來我們看一下立體發生的 這一樣已經打十顆星 題目說我給你坐標ABC三個點 要你求面積 這個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因是 因為他的題目很簡單 就是我給你任意三點的坐標 我就能求錯完面積了 所以這方法我得把它背下來 我再說一遍喔 只要題目給我三個任意三點的坐標 然後呢他的三角形面積 我就已經可以百分之百算出來 好那怎麼算呢 第一個 以這個題目講的話 我們先把那個AB的項量先算出來 那請問你什麼叫AB項量的坐標 就是A當起點 B當終點 所以你要拿終點的位置 就是最後的位置 要開始的位置 所以相解 所以兩個好答案 E1減掉負1 就變成1加1 變成2 再來負1減掉4 就變成了負5 所以我知道AB的項量就是負5 再來雙音利用的找AC 好請問你AC的項量是多少 一樣 CG-A 對不對 所以3減掉負1 就變成3加1 4 然後呢 2減掉4 就變成負2 好 所以AB跟AC 讓你可以講 就長這個樣子 好 這叫AB項量 這叫AC項量 然後你記下來 題目 題目 你要懂得舉1反3 如果以後題目要求這個ABCD的這個什麼 平行四邊形的面積的話 答案就怎麼辦 你知道嗎 直接舉他們的行列是 聽懂我的意思嗎 如果題目要找 如果題目要找平行四邊形 ABCD的面積的話 答案就是直接把這個地方 2 4 -2 算出來就好了 答案3 0的記數要加幾萬 絕對 因為這答案 你很算出來是正 是負等 所以這是它的面積 那 我剛才講這件事情的原因 是因為 如果題目像這個題目 如果 我只需要找 三角形ABCD面積的話 這個要怎麼辦 簡單吧 這個三角形面積不是平四邊形的一半嗎 所以我可以知道 三角形ABCD面積 就等於二分之一這個的結果 2 -4 -2 這樣會嗎 所以我就把平行四邊形 跟三角形ABCD面積 都給你的 把它劈下來 所以答案呢 就等於二分之一 來吧 2乘以2就變成了-4 減掉 4乘以5就變成了-20 就變成加20 然後呢 取決對值 OK 所以答案就算出來了 答案就等於8 這樣子 這樣會啦 當然如果問平行四邊形的面積的話 答案就是16